菩萨在你家当作真的 你跟他沟通 你跟他讲话 我刚出家的时候在会日讲堂啊 有一个老菩萨 每天早晚课都来 中午就不见 中午他去做人家的 素食煎包的手工 一个月赚七千块 他说他这样就不用用他儿子 也不用吵他媳妇啊 四千块自己用 三千块布施给讲堂盖讲堂啊 所以我们什么法会他都来 但他不懂的字 他就会念观世音菩萨 我们念什么 他就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有一次 我坐在那边很烦恼 为什么 我太太我出家了 他不跟我办离婚了嘛 他跟我会不会还会啊 他等我回去啊 我怎么很烦恼啊 他就跑来跟我说 哎海涛师啊 你有什么烦恼跟我讲 我等一下问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跟我讲 我说真的还假的 他叫人家出去 海涛老师你不相信 我每天在那边拜拜拜 观世音菩萨就坐在那边跟我讲话 我问他什么 他就跟我讲什么 所以我每天都会来 哎呀 真的耶 他这么有信心啊 怪不得 他的意志力不退啊 后来 惠日讲堂拆了 他就跑来跟我说 哎 海涛师啊 你们要拆了 我不能再来了 我要到南部的一间寺庙 帮人家洗菜 我不能出家了 太老了 帮他们洗菜 他们就会让我住了 他就走了 后来惠日讲堂在拆的时候啊 我负责要搬佛像 我就去搬前面那宗观世音菩萨 当一搬的时候 拿到面前仔细看 哇 他的脸就是那个老菩萨的脸 完全一样啊 我那个时候在讲说 哇 观世音菩萨天天在那边做给你看啊 虔诚信心啊 什么苦跟他讲 他就在你旁边啊 他这样子的示范 那么 让我觉得 哎呀 不要烦恼了 只要你内心里面 真的希望对方好 那菩萨就很高兴了 就像我们佛经说 你在念 你念一个 诸佛供养你 为什么 因为你把诸佛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 能够发挥出来 那就靠你了 你能够把诸佛的名号 展现出来 啊 弥陀名号度众生啊 那诸佛菩萨感恩你 就护持你啊 所以 一切都无挂碍 一切都无障碍 虽然我们未成佛 但是好好的 善用佛的力量 来利益这个世界 所以 我们就帮人家注念 我们来持咒 我们在做事实 这个都是佛的力量 但是 我们也了解 你的心越有空性 心打得越开 越大持的心 力量越强 我们现在的心 可能像初一的月亮 小小的 因为 你还在保护自己嘛 所以 感受到的力量 就很薄啊 当你像十五的月亮 这么圆满的时候啊 整个的佛的力量 你都可以感应得到 啊 所以 重点还在这个地方 你的内心里面 一定要融入到佛菩萨的力量里面 就像各位年轻的时候 在看电影啊 看电影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当做男主角 当做女主角 完全的融入在那里面 那你就可以体悟到 那 这些男主角或女主角的感受 就像我们在看李白的诗啊 看杜卜的诗啊 你不能说杜卜在写诗 你要杜卜就是我 我就是杜卜 完全把自己的思考 融入在那个时代 时光隧道啊 我希望各位多念脑筋啊 你的脑筋可以去想到极乐世界 想到奥秘陀佛 想到过去未来 而且你的脑筋要经常演戏啊 演得非常的好 那 这些你的观想 就在你的意识里面 造成一个很好的基因跟种子 将来你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那个样子 比如说 你这个人唱歌很难听 你不要放弃你自己 那你眼睛闭起来 你就要观想 我唱歌好像邓丽君哦 啊 那个声音哦 真好啊 好像谭永林哦 哎呦 我那天去拜佛 他们特别给我看哦 谭永林大居士 那个法师说 一百万港币 布施大佛 那个合影 哇 这个功德可大了 哎呀 你要观想你的声音就是如此 各位 这个叫本尊响啊 我就是观心菩萨 我就是要师佛 你要勇于承担 承担了众生的苦 也承担了佛菩萨的力量 众生再大的苦 你敢承担 但是佛菩萨再大的力量 也会融入在这里面 永远都是balance的 你绝对不会有负担的 众生有三分苦 菩萨就有三分苦 融进去 你只是一个中间的媒介者而已 所以随时展现这个 那你永远不孤独啊 你的任何一个念头啊 佛菩萨都在帮你忙 护法都在等着你花号 向左向右前进后退 冲啊 就这样 那个时候啊 你跟整个法界的力量合为体 但是当你起了自私的心 或是怕或忧虑的心 你的力量就没有了 你的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随时要入这种大圣的圣生的禅定 这种慈悲三昧啊 念佛三昧啊 所以如何进去 多读诵大圣经典 那个大圣经典 从第一品排到最后一品了 那就是一种疗程 知道吗 就像我们癌细胞的疗程 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 给你灌到后来啊 最后给你大回向啊 这样啊 那你要从头念到尾 念了两个半钟头 一下来啊 就像在拜水灿一样 大手术啊 身心啊 自在 但是重点在那地方 完全的融入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人家叫我念炉香战啊 我就很了 炉香炸热 法界蒙心啊 我整个炉香炸热 通通出来了 法界蒙心 诸佛还会 各个通通跑出来了 啊 我已经习惯了 将来如果我福报到了 我来拍电影 做编剧啊 做导演 我一流的 我早就导好了 啊 所以阿弥陀佛 身经社 像好庄严 五等轮 还是佛书阿弥陀经啊 各位 背更多的经典更好 这个经典变进去以后 再加上你的观想 事实上 到时候你到了极乐世界 跟你观想的世界 你会发现 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观想的时候 佛菩萨就来跟你加持了 啊 就把他真正的像 视线给你看了 你以为是你观想的 所以各位 你将来成佛 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就要想好啊 因为你将来成佛 就是那个样子 你只要把这个仓形啊 塑造出来 我们是生命的工程师啊 我们是心灵的工程师啊 啊 然后为了要塑造 我们将来成佛 乃至广度众生 所以我要看 看一切的大圣经典 入佛的每一个净土啊 通通通要去了解 了解以后啊 来塑造 你将来广度众生的大道场 你要让什么样的声音 什么样的形象 来帮助众生 啊 所以各位 听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讲到这个地方 通通没有讲到 有钱 没钱 有没有生病 儿子孝不孝顺 不要管这个啊 一切都顺其自然 不要执着 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你该负的 总会过去的 有一个老爸爸哭啊 我就放生的时候 在那边哭啊 师父啊 给我儿子回向你家啊 他儿子被车子撞死了 我跟他讲啊 阿弥陀佛啊 你福报大 他气死了 为什么 他这个儿子我很了解 败家子一个 倒他老爸的钱 在那边乱搞女人 犯官司 他爸爸烦得要死 好在他爸爸天天放生啊 消了业障啊 讨债儿子提早舍报啊 不讨债了 各位 世间的感情很苦啊 但是站在佛法的眼光 你福报大 讨债的人就离开了 所以各位 你做公司的主管也是一样啊 你要开除这个人 你不要用心机 那你会很烦的 你会白头发的 你尽管加强你的功德力 跟忏悔力啊 对方就来跟你辞职啊 老板啊 而且辞职之前 跟你骂一骂他才走 你要很高兴啊 就像悟达国师啊 那个业障 人面昌要离开的时候 还跟他骂一骂 让他痛昏倒啊 业障走了 为什么 慈悲水的加持 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啊 不能染拙 你爱的或你恨的 一切顺其自然 让一切事情自然发生 但是在这个自然发生的里面 我们该管的是我们的心念 是不是维持在空心 大悲心 跟佛菩萨的菩提心里面 我只维持这个 大圣的三法印 来念下来 空心 大悲心 菩提心 而且各位 你所做的一切功德 不要执着 每一样每天所做的功德 愿意此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啊 我不希望说 我今天布施十块钱 其实想着 我将来大富大贵了 那你又执着了你的善业 你一定要把这个功德 从你内心里面 由衷的 这个叫身心 真正的身心 把这个功德 要回向法界一切 受苦的众生 我这个功德 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都不为人天福保富贵 要真心的问自己 当你内心 有时候 有一点执着 你马上要苛责自己 我怎么可以这样 曾经有一位比丘啊 他每天都有供佛啊 很认真啊 后来有另外一个比丘说 有一个大师祖啊 看你这么认真啊 明天啊 要来参访你 供养你 这个比丘 哇 明天大师祖要来 他那个供桌 就给他摆了好多花跟水果 大师祖来了 我要做得更庄严一点 但是他布置好以后 坐在那边观想的时候啊 看到了佛像 佛就给他加持 他起了惭愧心 我这个人怎么那么虚伪啊 平常我都是很简单 这个大师祖有钱要供养 我就把他特别弄得庄严一点 我未必太虚伪了吧 当下就惭愧 挪累 我怎么这么虚伪呢 就来地上拿了一把灰啊 撒在佛桌上 让他弄脏掉啊 在那边哭啊 然后啊 那个大师祖一进来 哇 那佛堂怎么那么脏啊 怎么这样啊 然后啊 那个大师祖啊 去跑去找佛陀 佛陀啊 你那个比丘啊 你看 佛堂弄得脏脏的 佛陀说啊 我那个比丘啊 今天才是做的大供养啊 对我做的大供养啊 因为他对你的来道啊 起了虚伪的心 好在啊 一看佛的脸 起了惭愧心啊 把他给撒掉啊 撒了一层灰啊 所以那些灰 是我对佛 对我最大的供养 他说的大功德啊 所以各位 一念惭愧心啊 积大福田就这个意思 我们要起惭愧心 所以每天你都可以起惭愧心啊 看到人家穿得好性感 我也要 你赶快起惭愧心 功德就来了 而且各位还有一个功德 各位要做啊 前面今天摆这些花 装不装严啊 好装严啊 等一下我们还要来念准提咒啊 各位要随喜功德啊 人家拿花来 拿灯来 你要随喜赞叹 有一天啊 波斯尼国王 准备了好多好多东西 去供养佛陀 那供养佛陀以后啊 大家都看到国王 供养佛陀这么多东西啊 那供养完以后 佛就会跟大师祖讲话 就宣布今天谁是大功德主 要回向给他 结果佛陀没有回向给波斯尼国王 居然回向了一个 大家不认识的名字 那大家就靠过来 佛啊 你看他讲的那个名字是谁啊 佛啊 就讲啊 远远远远远那边 有一个贫穷的女人 你看乞丐 她是今天的大功德主 我把功德回向给她 大家觉得很纳闷啊 佛为什么没给国王啊 波斯尼王的靠来 那么佛就说了 那一位乞丐啊 当波斯尼国王在供养的时候啊 他起了大水洗 哎呀 国王好有福报啊 供养啊 不但起了大水洗 他又起了惭愧心 哎呀 我上辈子一定很糟糕啊 所以这辈子那么穷啊 哎呀 波斯尼国王上辈子 积了大善业啊 这辈子做国王啊 我好好的要学他 不但如此 这位贫穷的女人啊 当他在想的时候啊 他又在观想 哎呀 当愿每一个人啊 都能够 像国王一样 将来有钱 不要像我这么穷苦啊 怨众生啊 都离开贫穷 得到快乐 佛罗说啊 我整场看下来 就是他放光了 他起了大水洗 所以他功德 所以他功德最大 所以各位 非常重要啊 我们中国人 很不容易水洗的哦 对方比你好一点 算什么 比你差 你要看不起对方 比你好 你要讲那个嫉妒心 你就浪费了功德了 所以各位 你跑到宝莲市 哇 好庄严的佛像啊 但有些知识分子 哎 那个都赶金颤 那没有用啊 哇 他损服爆了 各位要到 在佛的时代 有一次波士尼国王 波士尼国王带着军队 出去的时候 突然啊 整个军队都停下来 为什么 前面有个比丘 在唱饭贝 好好听啊 整个马人都停下来 然后啊 有一个官兵 就跟波士尼国王说 前面有一个比丘 在唱这个饭贝啊 好好听啊 国王 真的吗 好 那我明天去金色啊 来供养他 结果 波士尼国王 准备了十万黄金啊 隔天就跑到金色 哎 佛啊 在你的出家比丘 有个声音好好听啊 他一念我们 整个军队都停下来啊 哈 赶快请出来 给我供养供养啊 十万黄金啊 哎 佛就把这位比丘 一请出来啊 国王吓坏了 那个脸丑得要命啊 其丑无比 佛说 他丑啊 他声音最好听啊 哎呀 波士尼国王 你赶快把他请回去 哇 你好丑啊 这个钱 我还是照供养 然后波士尼国王 就问佛啊 为什么这位比丘 是如此啊 我就说了 我告诉你好吧 这位比丘过去是 是一个出名的建筑师啊 过去有一个佛舍报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王啊 想要盖大舍利塔 请了全国四个大出名师 建筑师出来 就是这个建筑师不随喜 死人的骨头盖那么大干嘛 但是国王就骂他 你要是不盖 我把你全家抄斩了 这位大建筑师 是不甘情愿啊 就盖了这个舍利塔 等他盖完以后啊 看到好多人这么虔诚 他内心都被他们感动了 哎呀 这些人真虔诚啊 他就想说 哎呀 我过去还骂他 不随喜 我错了 但是他起了一点惭愧心啊 就布施了一个风铃 这个风铃就给他挂在塔那边 风一吹就 叮叮叮叮叮 好好听啊 所以佛就说了 这位比丘过去是 人家盖佛塔 他不随喜 所以他这一只脸像丑陋啊 但是他起了惭愧心 布施了一个风铃 叮叮叮 所以他这辈子声音第一好听啊 所以各位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各位 听到美国 听到哪一个国家 听到谁家说什么 我们都随喜 那你跟他功德一样 还超越了他 那你每天就在做大功德啊 普贤普少讲的 随喜功德 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做功德啊 各位 善业并不在他的外表 而在他的动机 这才是善业 今天你没有半毛钱 人家在做布施 人家在做老师 哎呀 法师在上面演讲 哎呀 好棒哦 一百句话又一句受用哦 这样啊 就拿来听就好了 好 那你都得到那些功德 每一本书 每一个东西 所以各位 你要开始学习啊 学习啊 回去要随起你太太 哎呀 好漂亮啊 你弄个铜法 一千块啊 哎呀 你好漂亮啊 哎呀 你那个鞋子 哇 两千 嗯 好啊 好啊 所以有个笑话 有人问一个男人说 哇 你那么赚钱 赚那么多干嘛 你赚到什么才要停啊 他说 那要问我太太 他花钱什么时候停哦 他就说啊 女人哦 最喜欢两种花 两种花 什么花呢 跟我念一下来 有钱花 尽量花 女人最喜欢这两种花 有钱花 尽量花 哎 这你要随喜人家的功德啊 看人家人家买东西 哇 棒啊 棒啊 那以后啊 你就大富大贵啊 你随便通通来了 啊 千万不要念 啊 你干什么啊 这样 啊 随时这样 赞叹别人 哎 你的心量啊 就不断的打开了 好 好 我今天准备了好多讲义 还是没讲 我还发给各位一张讲义 还是没讲 好 因为刚刚听了两位善知识一讲 我有感而发了 好 那现在啊 我们还要接下来要请传喜道法师 好 他有两个身份啊 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 跟我念下来 将堆十四事 落诸家措人婆窃 好 事实上我们大乘佛法都是显密双修的 那个经就要持个咒啊 啊 任言咒 十小咒 都是的 啊 所以我们过去是在轮回的过程里面啊 啊 你可能投胎过泰国啊 你可能投胎过西藏啊 啊 像我啊 我可能投胎在美国做过神父 也不一定 啊 所以他们看到我都好喜欢 这样 啊 我如果出生在欧洲 我也是做神父啊 做牧师啊 啊 所以 但是如果你能够保留过去世的智慧 那是最重要的 啊 那所谓人婆窃的意思就是 他保留了这些修行的智慧 哦 第几世 第几世 这样 啊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 哎呀 啊 好羡慕啊 啊 我也我也觉得我过去是一定有修行 因为我看到无量寿经 哇 就跪啊 就拜啊 好熟啊 啊 我看到地藏经 哇 这个是天下最美的文章啊 啊 哎呀 我想想 我们过去是也有修的了 啊 看到佛像啊 哎呀 就好高兴啊 所以我们在末法 各位还愿意来听佛法 这代表我们素世在无量佛面前 都种了大善根了 啊 这一点要有信心 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 所以有了信心以后 啊 念佛啊 持咒啊 做种种的修行啊 都得到无量利益的加持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传喜大法师 来跟各位开示红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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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